巨兽防弹的机有多高 这里咱们说的是太坦级巨兽 因为普通的怪兽根本扛不住热武器 被子弹打到该嘎还得嘎 这是金刚骷髅岛中的骷髅巨兽 它的防御等级为A加 面对人类的重行机关枪 虽然没能打穿它的皮肤 但骷髅巨兽能明显的感觉到 850米每秒的子弹 撞击身体带来的疼不感 哎呀嘛 虽不能致命 但还是怪疼的 虽不能打穿吧 但还是掉落了些许皮肤碎片 有作用但不大 这是恐怖巨兽的变异巨二 防御等级S级 依然就能看出于骷髅巨蟹的差距 这家伙的皮肤有多硬 现场接受骑士架机关枪的检约 很疼吗 没感觉 甚至用上了RPG都未能伤几分毫 这就是S级防御的魅力吗 没有错 大多数的太坦巨兽就是这个水平 几乎无视了人类的常规武器 想要用大炮火箭干掉S级防御的怪兽 无疑是吃人说梦 接下来是王者登场哥斯拉 如果你想用热武器灭掉格斯拉 你知道有多难吗 普通的大口径子弹炮弹 连续扫射格斯拉 从连处打到连尾都不能破防 但是你要问 格斯拉会有反应吗 当然有反应 格斯拉会感觉到 哎呀皮肤还有点痒 背部还需要加强一下 你们人类还懂按摩 怪好的嘞 人类奇迹败坏 于是搬出了核武器 对着格斯拉一顿着火 你猜怎么的 核武器原则的对于格斯拉来说 相当于剑位消死骗 一下把格斯拉的食欲给激发出来了 疯狂的吸收核武器 疯狂增强体能 各种都有点烦躁了 哎呀人类真是热情好客 能量太多了 吃不下了吃不下了 那就稍微释放一点能量吧 砰 红棉核爆席卷整个大陆 城市变为了废墟 看到这神级防御的格斯拉 只剩人类在风中凝乱 大 大